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很爱吃黄糖 不过他的吃法与众不同 他将糖融化在清洁光滑的桌面上 筑成各种小动物图案 等糖也凝固后便拿在手上 一边赏玩一边品尝 后来陈子昂到京城长安游学求官 也把这种吃法带到了京城 从此 糖画这门手艺代代相传 到了清代 糖画更加流行 制作技艺日趋精妙 形态多为花鸟鱼虫 福禄寿喜 十二生肖等 都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 糖画是一门集合了美食 文化和手工制作的艺术 既可观赏又可实用 作画师傅通常无需抵搞 一气呵成 如今的糖画出现了更多的创新形式 卡通糖画 立体糖画 为传统糖画带来了新的生机 中国之文化 糖画之精神 在一袋袋匠人的糖勺之间 慢慢流传 你们在这里ina 这些东西 是m产生的激烧 不想到这些东西 记得订给大家 我不想到这些东西